吃维生素D的好处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徐尔迪 现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 维生素D它也是一个 在目前来说研究非常多的一个维生素 它不仅能够促进骨化 它还有对人体的免疫功能 包括神经发育 包括精神的性格的一些发育呢 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些作用 所以这个维生素D的补充呢 尤其是在零到两岁之间呢 我们是提议每天都补 而且这个前提呢 就是在孩子不缺乏 或者说他没有这个维生素D缺乏的症状情况下 是常规补充的 那么如果说维生素D缺乏就需要治疗了 这个治疗量可是要比这个胜利需要量要大的多 所以说如果说出现症状的话 是要到医院来就诊 来看一看缺乏的程度 然后来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补充 According to this earth 其实我们在这里 他们也不会数十分别毫